嗨大家好,這也是現代起訴的線上youtube版本 我是Shirley 我自己對於古人的愛情故事也是蠻感興趣的 因為像在一個傳統思維框架下 感覺好像還可以保有一些純真單純的愛情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楊貴妃這個人 那楊貴妃大家想到她是四大美女之一 她的身材可能是稍微有點風雲 這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那但是因為她的身材其實也不是現在大家認定的一個標準女生 那現在有很多健身、運動女孩、肉肉女的出現 其實就沒有改變我們美的定義 其實就是自信就等於美嘛 那楊貴妃其實我們也有一個非常熟知的師仙李白 她曾經也敗倒在楊貴妃的石榴拳之下 那這樣楊貴妃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呢? 另外啊楊貴妃她是一個現代女性的代表 她竟然敢跟她的老公也是唐玄宗吵架 而且吵到唐玄宗想要把她趕出去 而且曾經兩度把她趕出宮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今天的現代起書告訴你喔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 安陸山以清君策 泛陽國中為名起兵叛亂 冰封直指長安 史稱安史之論 這場來得又急又猛的叛變 讓毫無防備的唐玄宗兵敗如山倒 慌亂中帶著楊貴妃楊國中逃往四川 但造化弄人 楊國中的逃亡保命之旅 卻讓她提前踏上黃泉路 在戰亂中被士兵亂刀砍死 殺殺殺殺 貴妃不死我等絕不受命 慌佩威威威威威威以此 慌佩威威於壽死 慌佩威威威威威威 楊國中的死無法消靡叛軍的憤恨 他們認為楊國中亂政 楊貴妃媚主才會引發安史之亂 不朱沙楊貴妃 難為軍心 難正Der 因此叛軍繼續圍困唐玄宗 唐玄宗在眾人的壓力下 不得不刺死楊貴妃 一代美人就此相消欲允 在馬薇波 結束僅38年的短暫人生 楊貴妃傳奇的一生宛如唐朝 由盛到衰的縮影 而她和唐晨宗的愛情故事 即便時代巨輪運轉千年 依舊令人津津樂道 唐玄宗用千年等待賭上性命 換來與楊貴妃相戀 可是唐玄宗始料未及 在她和楊貴妃之間 居然有第三人導致他們嚴重口叫 唐玄宗放而把楊貴妃 趕出宮的事件 歷史上還發生過兩次 楊貴妃第一次被逐出宮 是在天保五年 根據《開源傳信記》記載 太貞妃常因杜媚 由與親上 尚怒勝 召高麗氏以滋送還其家 照理來說 妃子間的針鋒吃醋 是很正常的 那麼玄宗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這很有可能是因為 跟傳說中玄宗早期寵愛的 梅妃有關 在楊貴妃進宮之前 唐玄宗獨鍾梅妃 是等到日後楊貴妃進宮之後 才漸漸冷落梅妃 所以後來被冷落的梅妃寫了一首詩 傾訴自己的相思之情 托人交給唐玄宗 而唐玄宗看到之後 想起過去鄉主的點滴 於是宣媚妃進宮從信 楊貴妃她就會吃醋了 覺得說你怎麼可以喜歡別人 而不是喜歡我 你沒有把這個全心全力喜歡我 然後就跟皇帝就起了爭吵 這是第一次她被趕出宮去 我是千古杜富 她是冕玄美人 好啊 你就把我廢了 把我趕出宮去 這樣也別讓我回來了 但我們看這趕回去的時間有多長 一天 早上趕出去晚上就接回來 所以她時間沒有很長 而且她去接回來的時候 就是用大禮去接 譬如說唐玄宗跟她吃飯 她就說我這個飲食的器具 一半就試給她 所以是很風光地再把她接回來 有點像床頭草 床尾盒 而且感情又更好 人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痛 四年後天保九年二月 唐玄宗又一次把楊貴妃送回娘家 這次又為了什麼呢 字字通見只簡單寫了六個字 楊貴妃附五指 到底什麼叫做五指呢 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楊貴妃出軌了 楊貴妃當時偷拿了凌王的子玉笛 而且按照原來的曲調開始吹奏 玄宗聽聞之後 看見她竟然吹凌王的子玉笛 非常的惱怒 於是竟然就跟楊貴妃質問說 這個笛子凌王吹過了 她的口水還在上面 你竟然就這樣子吹得下去 楊貴妃回嘴說 玉笛可比不上奉諧 陛下被奉諧勾涉都還當沒事 置之不理 怎麼就責怪我呢 那這次翻起 唐玄宗寵姓梅妃的舊帳來著 所以後來唐玄宗一火大 就說要把楊貴妃給撵回去 知道楊貴妃聽了之後 連聲說撵回去儘管撵 唐玄宗騎虎南下 只得要內侍張濤光 把她給送了回去 其實吹笛子是古人 一種含蓄的說法 他的真實意思 就是楊貴妃和凌王的關係 非比尋常 有的歷史學者認為說 凌王的笛子這件事情 可能不是真實的 因為凌王早就去世了 凌王在開元年間就過世了 他是這個唐玄宗的哥哥 那應該不是這個凌王 那也有人主張說 凌王叫李憲 可能是李憲的兒子 是這個時期的繼位的凌王 他跟凌王之間 發生了這種 不可告人的這種關係 還有一種說法 說這次楊貴妃五指 是跟她的姐姐有關 原來楊貴妃還有三個姐姐 同樣美艷絕倫 但都年紀輕輕就守寡 那楊貴妃得寵之後 就把三個姐姐 通通接到長安來 那唐玄宗愛屋及烏 特許她們可以自由出入宮門 並封她們為一品夫人 在這三位夫人中 國國夫人最為漂亮 也最豪邁不羈 一般的貴夫人 她們出門的時候都坐車 她偏偏要騎馬 而且玄宗也是個有豪情的皇帝 一個美人她不愛紅妝愛武裝 而且出門的時候還會騎馬 這就顯示了她有一種獨特的魅力 詩人章戶寫了首詩《吉林台》 意思是說 唐玄宗見的這別具風情的 國國夫人 似乎也有了非分之相 那可能是言語之間 被楊貴妃察覺 那楊貴妃吃得接接得出 一氣之下頂撞了唐玄宗 唐玄宗才會一火大 又把她趕回家 三郎是皇上 要求新別的女人我不能攔著 可是我三情就是不行 高律師 奴才才 蔣貴妃送還宅 陛下... 而這回唐玄宗之所以把她撵回去 除了教訓楊貴妃之外 也有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殺殺楊氏家族的銳氣 所以她不像上次沒幾天 就把楊貴妃給迎回來 而楊貴妃看到皇帝如此絕情 只能每天以淚洗滅 而楊家人也不斷地跳腳 生怕失去權勢 所以後來找了皇帝的寵臣 楊溫來幫忙說話 這時候就發揮了勸見的功能 就是說你這是內功的事情 應該在內裡面去處理完就好了 怎麼可以弄得這樣 反正就是給了唐玄宗一個說法 那唐玄宗就覺得楊溫這個人的勸見 是有道理的 他就想把楊貴妃給接回來 楊貴妃看到皇帝派人來看他 淚流滿面 馬上伏地認錯 還剪了自己的一撮頭髮 由內侍帶回宮中獻給玄宗 玄宗一看到貴妃的親思 立刻就心軟了 於是又派了高麗氏 把楊貴妃接回了宮中 等到他回宮之後 他們的感情更加的融洽了 唐玄宗楊貴妃歷經幾許風波 農情蜜意絲毫未減 反而越來越濃厚 卻有野史指出 一代才子李白和楊貴妃之間 有著不清不白的關係 一切得從公元七百四十二年 李白入朝為官說起 唐代著名的詩人裡面 沒有幾個是不想做官的 李白生活的時代 科舉制度還不是很完善 所以很多人是可以憑著 寫一首好詩而被推薦做官 這就是所謂的乾頭航卷 也就是把自己的作品 遞給當朝的高官 以博取名聲 藉此來獲得官職 那代照漢寧在唐朝 唐玄宗的這個時代 其實是一個閒缺 換句話說就是 皇帝身邊的像弄成一樣 我今天需要你來銀師作對 那就是施代照來 唐玄宗讓李白以代照漢寧的身份 跟隨她和楊貴妃出遊 李白在旁銀師佐信 這份工作說起來簡單 但是當風流才子遇到絕代佳人 肯定會碰撞出偌大的火花 雲響衣上花響容 春風佛見陸華龍 若非群欲山頭見 會向搖台月下逢 太白上的詩更好了 李白這首讚美楊貴妃的詩句 非常的含蓄 在字禮行間 李白將心愛的女人比作花兒 比作嫦娥借詩傳情 表達內心炙熱的情懷 莫怪乎在很多的戲劇 以他們兩人為題材 說他們兩人有情愫存在 究竟是怎麼樣的情深意能 才能寫出刻骨銘心的詩句 打動了三千寵愛再一生的楊貴妃 李白讚美楊貴妃比趙飛燕更漂亮 傳說中的巫山神女與楚香王 歡好也只是傳說 哪比得上楊貴妃受到玄宗的恩寵呢 但因為李白講得太過情深意切 所以有人認為李白以楚香王自比 是感嘆自己是 鏡中看花水中望月 無法得償所願 李白的詩 從默默欣賞楊貴妃 轉變成濃烈的相思之情 最後還大膽地跟楊貴妃表白 無視唐玄宗的存在 清平調三首 基本上都是在讚美楊貴妃 讚美楊貴妃的時候 她是用那種比喻的手法 用各種這種比喻 說她有多美多美 你可以知道她的想像力 是相當奇特的 這是不是代表說她暗戀她 我想這就是詩人的浪漫的情懷 她不敢 因為楊貴妃是唐玄宗的妃子 如果你去暗戀她 你知道這後果是很嚴重的 李白暗戀楊貴妃 也許只是後人的意測 認為郎財女貌相當匹配 才會有諸多聯想 不過迷倒眾生的楊貴妃 到底是憑藉著什麼方法 讓唐玄宗對她痴迷不已 甚至讓大詩人白居易 在長恨歌裡寫下 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 來形容唐玄宗 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光景呢 儘管楊貴妃的美是眾所皆知 可是她也有一個怪習慣 就是晚上睡覺會打呼 而且她的打呼聲不僅整晚不斷 聲音還非常響亮 那可以想見楊貴妃本人 當然是倍感苦惱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唐玄宗不僅不以為武 而且還情有獨鍾 為什麼呢 因為唐玄宗常常做噩夢 常常做噩夢的時候呢 反而楊貴妃在那裡睡覺的時候 打呼的時候 反而能夠減少她的噩夢的侵擾 每次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她可能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據說楊貴妃除了晚上會打呼 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缺點 整出撲的時候 總是聞到一股香味 整就是給這種香味 燻得好像醉酒一樣 哪有什麼香味會燻得人知 有... 陛下你幹嘛 肯定不是你 就是這種香味 繼續 別胡說了 那就是有糊臭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楊貴妃煞費苦心四處求醫 只是這種天生的味道靠藥物 只能治標 不能治本 那此時有個下人為她出了個主意 說是可以在淋浴之時 在水中加入花瓣 花香嗑糊臭 也許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楊貴妃經常讓工女 採集大量的花瓣 擠出裡面的花枝塗在意下 洗澡的時候更會把花瓣灑在水裡 洗完後 大大中和了她意下的糊臭 反而更香 從此以後 花瓣玉就成了她的一大嗜好 而且衣物每天都要用名貴的香料燻香 可以說是香清朝野 後來楊貴妃又發現了一個新方法 那就是泡溫泉 白居易曾寫到 春寒賜玉滑青池 溫泉水滑洗凝汁 形容的就是楊貴妃特別喜歡泡溫泉 泡完溫泉之後 容光煥發 香氣息人 讓唐玄宗更加臉香惜玉 楊貴妃可以說深得唐玄宗的寵愛 而且到了後來 甚至唐玄宗是獨寵楊貴妃一人 白居易在《長恨歌》中 就將兩人的愛情故事 渲染得淋漓盡致 可是讓人感到奇怪的是 楊貴妃至此也沒有 為唐玄宗生下一個孩子 為什麼呢 有人說是因為楊貴妃過於肥胖 那也有人說是她喜歡喝酒 但這兩點說會影響生育 都欠缺說服力 而現代醫學則提出一個新的解釋 說她不能生育 跟她所用的一種護膚配方有關 那這個護膚配方就是洗肌丸 它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很好 很光滑 但是副作用就是 你沒有辦法生孩子 原因是裡面有一份成分叫色香 他們就說可能是因為這個成分 導致於不孕 楊環 朕 只想跟你生個孩子 就像百姓那樣 楊貴妃不祥母平子歸 這一生 只要你一個人 就足夠了 楊貴妃專宠十餘年 膝下無一子伴女 仍享受著與皇后同等的待遇 衍然就是六宮之主 既然如此 為什麼唐玄宗不直接立楊貴妃為皇后呢 主要是受到唐朝皇室慣例的影響 因為從唐高祖李渊到唐瑞宗 除了唐高宗先後有王皇后跟武則天之外 其餘都只有最多一位皇后 那這使得唐朝皇室 子曆以後成為慣例 唐玄宗朝 王皇后死後 欲以武惠妃為皇后 遭到了朝臣的反對 理由有以下幾個 第一 如果以武士後人為國母 將會取笑天下 第二 太子並不是武惠妃所生 容易引起宮廷紛爭 由此可見 永利國母是極為慎重的事情 是不宜貿然的來更換 或者是再立皇后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這個皇后立兒會很麻煩 因為她曾經是她的媳婦 你得把這個事情都招告天下 她可以是你的寵妃 但如果當皇后 這個人曾經當過你的媳婦 你想想看 如果唐玄宗在現在 她一定會被罵死 在當代她也不好受 她也會被批評 即便唐玄宗沒有給楊貴妃 中公之位 但她用整個大唐王朝 為她倆那份濃烈炙熱的情感 做了最佳見證 證明了楊貴妃在唐玄宗 心裡的地位無人能及